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台灣一年四季都吃得到南瓜 南瓜號稱天下第一瓜 因為它真的是厲害的超級食物 沒錯 其實這些食物的效果 其實我認為不下於某一些藥物 大家不要認為只有藥物才有療效 這點是我一向很反對的 食物其實有很多的療效 像我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五十幾歲的資訊業的主管 那他們公司有一個惡習 就是說他帶頭 他就是加班要加到九點十點 那他下面的人加班不到時間 偷溜他會瞪人家 然後還會打電話去家裡問候人家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 坦白講有點變態的主管 就工作狂 是吧 對 結果他自己二十幾年來這樣加班 你也知道你加班到九點十點 你會餓 那常常當主管的 就會展現自己主管的氣 氣派 就是外教一些炸雞 什麼東西來吃這樣 他這樣搞了二十幾年之後 有幾次突然間就是 覺得大便好像有點困難 那本來吃藥也就算了 可是越來越困難 那他越去檢查 一看就是大腸癌第三期 所以就是長期的這種飲食不好 造成問題 那得了那一次這個大腸癌之後 他就被治療 化療加電療 開刀都做了 他老婆就收管他 就不准他做這些惡習 譬如說不肯他吃炸的都不准 然後還幫他帶便當 一去上班就帶兩個便當 那這中間當然就很多這種天然的蔬果類 結果他自己這個第三期的癌症 結果治療完之後 十二年都沒有復發過一次 所以是一個非常 照顧得好 對 其實你可以講起來 他把原來的癌症的原因 掐斷掉 對對 那你看看 這樣一個簡單的食物 像南瓜好了 他有多少對我們有利的這些成分 像南瓜他有葫蘆巴鹼 我們知道葫蘆巴鹼 他可以抑制脂肪的生成 OK 然後他有甘露醇跟果膠 甘露醇果膠都可以濾變 那尤其是果膠 你只要他本身有個促進 這個所謂的大腸的 那個上皮的健康 讓你比較不容易產生癌症 那他本身含有維生素A 因為你知道他整個是黃色的 所以A 類伏蘿蔔素他一堆 然後他有V1 V2 V6 C 還有維生素E 所以他是非常健康的食物 那他有一個瓜氨酸 瓜氨酸對血壓高的人很有幫助 瓜氨酸可以降血壓 他促進一氧化氮的合成 那還有主氨酸 主氨酸被報告可以改善我們的 神經的傳導 所以對男生來講 還有一個特別好處是如果你有把南瓜 直接吃下去 他也有很高的心 那他對這物件有好處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美妙的食物 那南瓜有個很詭異的情況 他的生糖指數很高 七十五 可他糖酷素 heeft非常的低 糖酷素已三 那意思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你如果真的吃一份南瓜 你血糖不會怎麼樣 其實糖尿病病人也不會怎麼樣 不過我也看過次出問題來的 我也有一個病人 他是 糖尿病腎病變 然後到第四期 那你也知道 糖尿病 的病人 他本來是不能吃澱粉 不能吃甜的 對不對 可是一旦變成腎病變之後 他就要遇從腎臟科的飲食規範 所以他開始要吃很多澱粉 那那時候我們就跟他講說 什麼叫澱粉你知道嗎 這些菜都是澱粉 什麼地瓜 蓮藕 南瓜 山藥 菱角 黃金豆 豌豆 玉米 全部都是澱粉 所以就叫他多吃澱粉 他老姐就是經過治療之後 有一天來檢查的時候 突然發現 哇 血糖飆到300多 你知道嗎 一問他就說 他水果也吃木瓜 然後吃飯也吃這些東西 澱粉類的東西 剛好治療完之後 他的腎功能從第四期 又回到第三期 那我們治療腎臟病 如果他腎功能增加的話 腎臟會代謝掉胰島素 那腎臟把胰島素消耗掉之後 他血糖反而變成比較好 比較難看你知道嗎 因為等於胰島素被消耗掉 那血糖就拉高 所以腎臟科的病人 看到血糖拉高 其實不用太悲傷 有時候是腎功能改善 加上他的飲食過度的 就是說吃了太多澱粉 然後血糖就飆高 所以這個一時的血糖高 其實我們也不太驚慌了 其實你稍微調整一下 控制一下 他就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 即時是對腎臟病第四期 第五期的病人 都還是很好的食物